中国大陆比亚迪汽车才刚刚成立20年 但在新能源汽车大战中 随着电动化技术逐渐成熟 比亚迪一方面主打高端市场 另一方面则是汽车智能化设计的发展 那比亚迪这套最新的代客停车科技 又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简单说就是车子能自己等停车场栏杆抬起来 再把车开进车道 接着还能暂停让车主拿车上东西 如果遇到窄小的停车场车道 还能自动回车 就算开到没有出口的停车场死角 这不只是现在中国大陆在马路 实现接近半自动驾驶的科技 因为地下停车场的空间更为窄小 戴克博车是对智慧驾驶技术能力的超难考验 比亚迪展现目前所拥有的车辆感知控制能力 虽然目前只是测试阶段 但这样的科技已经非常接近实际大量生产